您好,欢迎来到秘密花园,我是乔安娜 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是 为什么我们要经常地保持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行动 在以前的课程里面,我曾经提到 要养成一个好习惯的话 那么这个行动必须要经常地练习 我时常说,要积极,不要着急哦 每个人听到这句话都觉得很逗,又很有道理 我有一位学生,他暂时地住在我家里 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在他放学之后 和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 但是呢,他说他有很多作业,就不和我们去了 我也没有强求 他已经大学了嘛 我们活动结束,回到家 却没想到他在我们之后才到达 我很惊讶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叙述地经过说 一放学走到公交站 这公交车并没有按时到达车站 他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心里觉得很不平衡 一直在脑筋里面,一直在逗着 为什么这个车会迟到那么久 心里很不舒服 我就提出来了 我说当时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做决定的权利 你可以决定 要等着公交车 还是打着滴滴回家 他说想过了 那个因为滴滴很贵嘛 所以他就决定要等车 我说所以了 你做了决定 既然做了决定 就应该欣然地接受这个决定 然后呢 很开心地接受它 接受它之后 我说你带了电话 你可以听音乐 你有带了书 在书包里面可以拿出来阅读 然后很开心地在那里等公交车 我说人生是充满了变数 我们经常会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即使是我们安排了很详细 很精密的 但是他还有不按照我们计划进行的时候 当然我也提到 让他告诉我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最终的结果 他回答我 说我到家了 那不是就你是平安的到达了目的地啊 那是多么幸福的一天 不是吗 接着我就举了一些例子 我举的例子呢 就是我先生经常说的 他说当他出门要去接这个孩子的时候 到了学校 没看到他 传讯息给他 他还没有回答 他说他可以选择是要生气呢 离开呢 还是静静地在那等 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有一个原因的 也许如果我早离开了 我不等他了 或者是我们早离开学校了 可能我上路之后会遇到不同的状况 还是让我耽搁下来 他一听他就明白了 之后他就觉得 突然一下就觉得很开心了 他说我明白了 原来回来的时候是垂头上气的 现在他听明白了 他知道 凡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选择 选择什么呢 就是选择一种积极的态度 来对待我们的人生 对待我们当下发生的事 您同意吗 谢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